多大的利润空间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一步一步的探寻洋垃圾的产业面 在当地商办的带领下 记得来到了堆满洋垃圾的一个巨大的仓库 记得看到整个仓库分为两层 面积有200多平方米 按每一大包200件计算 这里堆积起来的衣服不下3万件 楼下还有几名工人 正在堆衣服进行加工处理 这里的老板告诉记者 他的衣服才是真正的包头货 非常豪卖 好货自然也卖得上价钱 老板表示这里的衣服每件卖12块钱 如果进货量在5000件以上 可以降到9块钱一件 据了解在杰水镇 洋垃圾服装店主要集中于三家村 稻井和新饶等地 从时洋垃圾服装加工和销售的商务 超过了一万家 每年卖出去的旧衣服有上亿件 曾经做过这种生意的小张 刚告诉记者在生意红火的时候 卖家的收入极为可观 你看它有成本那么低是不是 你这样的几块钱能卖到12块了 不然就卖上多的话 一个月大概就是有12块 20块买到 养垃圾服装是以走私夹带等方式 进入我国的二种服装 是法律明令禁止进口的东西 然而在陆峰市的结石镇 养垃圾服装交易 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成熟的产业链 知情者小李告诉记者 养垃圾服装的产业链 基本上是这样的 首先货源主要来自两个渠道 一个是走私 另外一个是香港有专门的公司 从国外进货 再通过海运或陆运 转运到内地来 随后 即使本地大大小小的各级中间商 开始对服装进行分销 卖到全国各地前来进货的商户手中 最终流向市场 是谁要进货的话 都我们要从手机 还有什么货 韩国 日本 南韩 台湾 那样的货 比如这货都是谁的 没有什么货 他就需要的 台湾用给他 就这样的 然后他这个货 有东西 就结束了他店那里去的 在节时 大批从香港 经由深圳运送旧衣服的货车 一般会在晚上9点以后到达 几乎每天晚上 都会有十几辆 甚至几十辆 载重20吨以上的大卡车 开到这里 由专人负责 接货 验收分解 以及重新压报 每一天都有 多十几天 最长的 有时候半个厂经 都有 两三点钟 两三点钟也有 白天都很 都都很大胆的 在节时的很多村子里 家家户户都堂而皇之的 把加工完毕的服装 挂到自家门前等待出售 而在村子里的空地上 还堆着大量卖不出去 被二次淘汰的旧衣服 就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